欢迎来到听起来很科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军 我是郭玉璞 我是高纪事提 好 这一集我们精选的四则科学快讯 来跟读者朋友分享 那第一则是听起来很科幻的一个题目 就是利用寄生虫带药物进到人的脑袋里面去治病 这个高纪事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耸动 但其实它并不是直接用寄生虫 不是哦 对对对 如果用寄生虫进去 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点危险 是是 对 那其实就是呢 这一个研究呢 它是在讲说 因为这一组科学团队 他们有一个可以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 对 但是呢 因为一般的药物呢 通常是很难送进我们大脑的 我们大脑有一个护城河 就是这个血脑脏壁 那一般的很多的药物啊 然后它就是用来抵御我们的一些 像新菌啊 病毒啊 其实很多东西是进不去的 嗯 对 那子菌有养猫 应该有听过宫形虫 有啊 当然啊 我非常多的朋友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有科学研究说 就是我们每三个人里面呢 就有一个人的大脑里面 是有宫形虫的 对 我应该没有 我也没有 那我是唯一的猫奴我可能有 对 那像公形虫呢 它其实被感染之后呢 它其实是会造成我们的一些 精神上啊 一些大脑相关的问题 一些疾病 据说它这样子可以就是 比较有创业的精神就对了 对 它可能就是操控你的大脑 这样你去创业 创业寄生虫 然后买罐罐回来养猫咪这样 对 好 那个不是重点 我们有点歪题了 对对对对 公形虫会进入到大脑 对 进入到大脑 那为什么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呢 其实不是它本体进入我们的大脑 是它会生产一种蛋白质 那这种蛋白质呢 就像是我们在B门禁卡一样 所以它可以刷过我们的大脑的鞋脑脏壁 所以说这些科学家呢 就利用这种蛋白质 让它可以去带着 它们这个用来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 这种药物就是用来 治疗一种很罕见的疾病叫做雷特士症 对 就带着这种药物呢 去通过我们大脑去治疗 这些特别的疾病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招是walk 就是不需要把虫真的进到大脑 而是用它的蛋白 只要这个识别症有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用把它本体送进去 OK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科幻的一个研究 那另外一篇 这个是我想要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的 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星剑悍将 就是一群人类到外太空去对抗虫族 有一点古老的科幻电影 STAR TRIP TROOPER 对对对对原文是 OK 好这个Generation Gap就出现了 好 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看就觉得 哇 虫实在是太酷了 就是特别是这种社会性的虫子 那后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是念昆虫所 那也有就是读一些就是社会性昆虫的研究 然后教科书 对发现他们的行为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研究 我觉得就是也蛮酷的 就是蚂蚁 蚂蚁就是社会性昆虫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现在就发现说 蚂蚁呢 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行为会去救其他的蚂蚁 但这不只是救 就是因为蚂蚁在外面可能猎食 或者是抵御外敌的时候 他们会受伤 那蚂蚁跟其他昆虫 像他们是外骨壳动物 那所以他受伤之后 他那个就不封闭 他就会一直流他的体液出来 或甚至被感染 所以这时候呢 要怎么样子就是预防这件事情 然后让他的寿命提高就变得很重要 那现在科学家就发现 这个蚂蚁有一种特别的行为 就是节肢 那这个是在木匠蚁身上发现的 就是说当这个蚂蚁一样 他在外面就是搏斗的时候 他可能会受伤 那他的同伴呢 就会过来根据他的伤口 来施展不一样的医疗行为 好据律来讲 如果这个伤口不大的话呢 那他可能就是 简单的处理就好 但如果这个伤口很大的话 就表示我刚才讲的这个破洞很大 那他们就会进行截肢 那截肢呢也是很精准的 就不是随便说 我把它切断就好 他是会从特别的部位 然后切口 然后到这个 转结的部分把它截断 所以呢这样的话 他的伤口可能就会比较 比较整齐 就不会有就是延伸出来的一些外伤 那科学家还有观察到 就是说当这些蚂蚁被截肢之后 他的存活率确实大幅的提高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截肢的方法真的是蚂蚁 他们有意识所为 甚至他们可能有一个教学之类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子 把这个方法给传承下去 不过这确实在木匠蚁身上有发现 这是截肢 所以说蚂蚁是一种会截肢的截肢动物 对对对 这个台湾人的谐音梗就一定要来 对他是会截肢的截肢动物 那目前好像还没有其他截肢动物有发现 对对对 所以这个蚂蚁这蛮特别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研究呢 也是有点像是Pokemon的这个新发现 就是蝴蝶他居然会操纵电 这个对 电属性 电属性 对蝴蝶其实是电属性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电属性 但是这篇研究把它归类成这样 就是说蝴蝶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种受粉者 就是说呢 因为他会在花里面飞来飞去 花之间飞来飞去 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一朵花的花粉 带到下一朵花 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受粉者 那科学家呢 就发现说 因为蝴蝶的翅膀 它看起来很轻柔 但它飞的时候呢 它会跟空气摩擦 那摩擦的时候 就会产生电荷的不平均 就是所谓的静电 那这个静电呢 可以帮助蝴蝶隔空抓花粉 也就是说呢 这个当蝴蝶就是接近花的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停在这个花上面 或者只是飞过去 他只要有一段的距离 他透过这个静电 也可以把花粉带到他身上 那这个距离多远呢 就是6毫米 大概6mm 这看起来对我们人类来讲 就是大概就是指甲 这样子都这么宽而已 但其实呢 这个对蝴蝶来讲 就是已经是一个 非常强的距离了 因为你想想看 像小灰蝶 小灰蝶大概就是你 母子这么大而已 那所以他飞飞 那他经过一朵花的时候 这个花粉就这样 被他吸上去了 那更酷的是 你会想说 吸上去了 如果他到另外一朵花上面去 万一这个花粉 因为静电力的关系 没有掉下来 那还是没有效啊 哦不对 所以呢 科学家后来就是还 就是进一步去研究 就是不同的电荷 好那科学家就发现说 蝴蝶的身上带的是正电荷 所以他可以吸引 附电的花粉 那当蝴蝶在飞到 下一朵花的时候呢 花粉沾在蝴蝶身上的时候 它会变得比较接近电中性 然后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会被带 附电的花给吸走 所以他这样子就完成 从这个花到下一朵花的这个 寿粉 那这么酷的实验 科学家是怎么发现呢 就是研究团队 他就用那个铜线 做了一个铁圈 那这个铁圈 他就可以去就是 是侦测不同的电荷 那蝴蝶他毕竟不是 很受控的一个动物嘛 就是你不能就是 叫他往左就往左 叫他往右就往右 那所以科学家要怎么去验证 这个蝴蝶飞行了以后 他身上的电荷 所以呢 这个研究团队的这个研究主持人 他就做了一件 有点荒谬的事情 他在蝴蝶身上绑线 然后呢 就是像六狗这样子 带着蝴蝶飞飞飞飞飞 飞过这个这个线圈 然后让这个线圈去 就是侦测到蝴蝶身上的这个电荷 然后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实验结果 所以他在这个 采访的过程中 他其实也有自己讲说 这是他研究生涯里面 做过就是最 就是最奇怪的一个行为 就是所谓的六蝴蝶 但亏他可以想得到 然后他也就这样子 就是研究的 超过250只蝴蝶 得到这样的研究的数据这样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名 这一次的搞笑都没有讲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 这么难想象啊 真的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或者是在座的两位 有没有做过一件事 小时候就去很真 就是手很闲 就会玩一件事情 就是在金龟子的脚上绑线 然后让金龟子飞 所以他就这样 然后我记得 我自己没有玩过金龟子 但我玩过的是寇头虫 就是寇头虫 它一种甲虫 也很大只 然后它也是会飞 对 绑甲虫的话 它飞起来就很帅 那声音 好啦 所以其实就是 对 六昆虫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这个科学家 他想象的这么的奇怪 对啊 可能小朋友都会这样玩吧 然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则呢 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可怕 是大家最多都市传说 或者是就是前一 数一数二多的都市传说的 微波炉 但是微波炉这一则 发现不是微波炉本身可怕 是微波炉里面的微生物可怕 这个育谱要不要来跟大家 介绍一下这一则研究 就大家其实平常都很常使用 微波炉不管是家用的 还是便利上面的 对 但是那个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 微波炉它经过这个微波啊 高温以后 它就有杀菌的作用 对 原本科学家也是这么以为 那直到这一个那个生物学家们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以后 发现说 其实在微波炉里面啊 他们采用了30种不同的微波炉 包括实验室的 还有家用的 对 那发现里面 其实居然有101种细菌株 对 那除了大家会比较担心的 可能是跟人体皮肤 或者是食源性相关的致病细菌以外 他们发现这其实不是最多的 他们发现比较多的是一种 叫做极端生物的细菌们 对 所以就是它存在 比如说温泉啦 海底火山 海底火山 这种就是所谓的谷 或者是冰层底下 就是高温高压 那些平常很极端的环境下 会存在生物 那其实那也就代表说 微波炉它本身就是作为一种 极端环境的存在 那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把它们把它视为一个 微生态系去看待它 对 那经过这个微波炉 它不断的放出辐射跟热能这些以后 这些极端生物 它们就在一种选择性的压力下活下来 所以它们可能 这种程度我觉得应该称之为人责 因为是我们能去操作微波炉 对 它们就会适者生存下来 怎么听起来很像炼毒 但好像又没有那么可怕的是 因为这些细菌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病原菌 对 相对来说比较不是病原菌 那又很好奇了 这些细菌到底是从哪边来的 对不对 这个研究里面好像没有提 它没有特别提到说是从哪边来 它只有提到说 这些应该是有经过选择性压力而演化出来的 还蛮厉害的 不知道把水熊放到微波里面会怎么样 微波水熊 微波水熊 对 能不能解冻这样 让它再复活 这样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四篇 精选的科学快讯 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听起来很科学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追踪分享 不管是在Podcast或是YouTub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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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